目前我所在的位置 厦门岛 它在台湾海峡的西部 位于金门44.7公里 国安高层分析 在国庆之后呢 大陆势必会有再一次的军演 而大陆的学者则认为 如果赖总统在台独的路上走得太远 那么大陆一定会有更大的动作回应 除了国安高层 彭博也引述美国官员讯息报道 中国大陆可能利用赖总统的国庆谈话 来加剧紧张局势 5月20号 赖清德就职演说 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后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 就在5月23号组织陆海空及火箭军 在金门及台湾本岛周边 进行联合力舰2024A军演 截至10号傍晚 共军并没有释出军演的相关讯息 但国防部在国庆日前夕 9号清晨到10号上午6点为止 共计征货共计27架次 共建9艘次出海绕台 大陆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应赖清德双十谈话 抨击持续拉高台海紧张局势 两岸互动牵动国际 赖清德国庆致辞后 包括南韩韩联社 日本富士电视台 朝日电视台 都以赖清德对两岸关系论述为标题 发布报导 此外在国庆前夕 大陆外交部长也与日本新任外向通话 聚焦台海 王毅希望日方恪守在台湾问题的政治承诺 坚持一中原则 日方则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TVBS新闻 小明镇李明珍 综合报导